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的荒漠边缘 一位截之后仍旧坚持种树的种树人 被网友们称为独腿大侠 他叫徐士军 他与妻子从2015年起种下了超过30万棵树 近日这对夫妇向记者讲述了 他们从相识相知到亲手荒漠的故事 自从老家同公路之后 我想的老家还是会来建设一下 刚开始吧就想的是就改善一下 这个房前屋后的这个植被 种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小树慢慢长大了 对这个房杀不杀的这个效果也特别好 就喜欢上了这个种树 就开始大片的开始中开树 自己花钱种了也就是800亩 直接千亩之后吧 当时第一像挺有演员的 长得帅气 然后慢慢相处嘛 人家回播日子 挺快 也挺有责任性的 就相处的一年多 解脱 然而2019年8月 一场飞来横祸 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8月27号 在路边上站着 让人一辆车给撞了 我一个第一眼看见他 我就感觉 突然就全塌下来 车祸结枝 没有让徐士军消沉 他心里最惦记的 还是刚种下的树 手术后一个月 徐士军就让妻子陪着去看树 2019年春天种下的树 在他受伤后 没雇上胶水有些蔫儿 徐士军心疼得不行 他心疼树 而妻子心疼他 我受伤之后呢 我让他对我的照顾是无微不熟的 因为当时我自己动不了吧 从这个生活的吃喝拉撒的话 就是全权他需要他的照顾 后面的日子 独腿的徐士军依旧沉醉于种树 甚至还搞起了小发明 改良了种树设备申请专利 将手持钻砂的工具和拖拉机结合 大大提高了当地种树的效率 风沙漫天的荒漠里 忙碌的徐士军身边总有阿拉藤花 默默陪伴 徐士军表示 今后也会一直坚持把树种下去 阿拉藤花也说会一直支持他 我必须要种植一片生命来 没有想过放弃 也绝对不能放弃 有啥梦想过就都是支持他 一直一直以来就支持 多少年就一直支持他